刚连续被计程车拒载了四次 吉安的快整崩溃了 正常从兰桂坊到我们酒店所在的铜锣湾 是5公里8分钟60块钱的车费 大家看看现在需要多少钱 吉安 咱们换个路口再叫个车试试 走 铜锣湾 要过海吗 我们来的时候不过海啊 你要过海 不能去吗 我们去铜锣湾 铜锣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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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100行吗 150了 150去 这边平呢 算了 算了 谢谢 再试试运气 不停车 去铜锣湾 铜锣湾 200吧 5公里 200 200太贵了吧 1块钱地址不远 100块的 100块 100块 对不对 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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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为看错 在深圳驾过无人驾驶 对啊 我以为看错 没人 开地市司机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23000 差不多了 就相当于是2万人民币 差不多了 那养家虎狗够吗 肯定不够了 你说够不够 够了我今天清洗地 我就不用出来做了 香港大大人就这样 你不要以为香港 你都有钱 哪儿的穷人富人都有 对对对 穷人都很惨 你看他有的住那个通房 一个家三四个 住二十多平方 这是真的 不是说笑的是真的 在网络上看到过 不是是真的 这种是真的 有香港朋友里头去访问他家里 看看 来港 好的 谢谢啊 折腾了一晚上 这终于是回来了 赶紧轻松休息一下吧 拍这个视频啊 没有黑香港地址司机的意思 各行街都不容易 加点车费也能理解 就是希望这个行业 能够更加规范一点 让不管来自于内地的游客 本港的消费者 和外国人是 都有一种更好的礼物体验 最后呢 还是欢迎大家来到香港 有很多东西 还是值得一看的 啊 拜拜